我們心受影響,身體受影響,發怒,血脈走得很厲害,握拳頭 這些全部的表現是因為我們的內心不開心,所以受影響 我們是處理內心,以致我不受影響 我們分辨到魔鬼使用的說話,是人的罪性的說話 於是我不放在心上,於是他就算說了,我明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但我不介意放在我的心裏,覺得他是罪人,但我又祝福他 這就是我用長時間操練出來的 其實我很早期我也有做到這件事,其實可以這樣說的 男性比較容易做到這件事,為甚麼呢? 因為男性是比較容易轉動的,即是別人說話 不聽他講,即是會比較容易的,沒有受人影響 抽離一些的,但女性都可以學到這件事 就是說他有問題是他的問題,我心裏面不用激氣 即是有些人明知道他是這樣的時候 譬如說有一個罪犯,他明明是罪犯,他經常都會犯法 這樣的時候,政府又放了他,你期望他一定會再犯法 這樣的時候,他犯法的時候,政府有這個行動的時候 他自然會有這個行動,我們就會接受這件事 如果你放他,就是他的行動 所以唯一一個方法,這個人是不能放的 但他已經放了,我們就預料他可能會做這種事 除非政府有方法去防犯,即是說你接受了的時候 你聽到消息,你不會覺得是很震驚 不過如果他做在你的身上,那就難一點了 做在你身上,你就要… 我自己以前也是這樣的 一個人一邊跟我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我是看著他,但我一邊分辨,這是他的問題 我又在想,我自己有沒有做了應該做的呢 我處理了,我知道我應該做了 我就會看著他嚴受的影響 這個是可以走得到的 是,我知道的,不過你是很理性的 那一陣子我自己都做了一點 不是一件事,可能就是… 今天就是這樣,明天就是這樣,然後又這樣 那你真的很難 這就是因為你每一件事都要介意 當你接受了他這樣的時候,你就不介意他這樣 因為我以前的確是… 有人是持續的,對我說負面的說話是持續的 內宗又會因為一些事情,有時大,有時少 就會發了很嚴重的故事 我在他心裏便會說… 這是他的問題,我就不放在心上 我就會… 心裏便會… 這就是裡面的處理道 這是需要時間的 但如果大家也住在一間… 我以前就是住在一間屋裡面 那如果大家也住在一間屋裡面,就是… 我們如果大家也住在一間屋裡面,會經常這樣養我們呢 我們可不可以真的不理會他 不可以的 你越理會他,他就越對你不好 但你越不受他影響,又對他善待他,他就可能有一點改變 把炭火回他的頭上 這個呢,可以說是很可惜 即是有些人的婚姻是進入了這種狀態,是很可惜的 是… 即是… 最好就不是這樣 但的確是這樣的實用的辦法 那個方法就是… 我們… 依然是對他好,希望他有一天變化他 如果你… 強硬,譬如他跟你說真話,你都是強硬 那麼他又會越強硬 越強硬,他就越不會改變 即是… 即是得性的方法就是你不給他影響 又對他好,他又會慢慢改變 又對他好 那可能他會有一個… 你會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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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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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全面處理生命然後才能大大給神使用 但這個你們從小的開始 如果你現在進入最高度的 是很難的 你應該想像的 有一天你受迫白 被人打、坐牢 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 你每天見到他們 拔著他們 很生氣 但你見到的人來 你一樣是 早安 祝福利益 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我明明打你 為何你會不斷對我好呢 神會使用我們的行為 令他反思 為何我要陷害一個 對我而言而好的人 這就是我們的行為的目的 就是神的生命將來出來 其實我自己已經有了這個預算 即是有人合作配搭這個事工 而那個人遲到 那我怎樣處理呢 在你未講之前我已經處理了 為甚麼呢 因為我就是遇見後患不同的情況 我預計了 最差是他沒有出現 我可以做 有可能性 他出現 不過遲了 我可以調教 譬如說 可以調教 將他放在後面 而最差就是沒有了 這個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接受 一樣我們本來想做的 而沒有做到出來 我們能不能接受 這就是一個最高的放手 在我而言 我是完全放手的 為甚麼呢 就是說 當然我不是完全做得到 但我是去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當一個這樣的情況 我只是想想 如果他真的不出現 怎樣 那我的心就說 如果他不出現 那我就算了 不要緊 不過要向一些參與的人交代 那些仇 這個是我們控制得到的 為甚麼我們這些都要放手 當我們不放手的時候 到有些事情發生 不合我的心意 我們就會緊張 就會問了 我甚至說 這個聚會 這個訓練的課程 是很重要的 對我來說很重要 對你們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 因為任何原因 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沒有了這個聚會 我們死不死得了 我們學了的東西 能不能繼續用下去 其實可以 我能不能放手呢 為甚麼有些人不能放手呢 因為他覺得 我放了很多心機 哇 某些原因 譬如這座大廈 某個原因 這座大廈要重建 沒有了 或者要搬屋 或者某些原因 那這個情況 是我們控制不到的 但是我們就是信神 信到那個程度 神是掌握一切 神會用我們的 這些發生的事 並不是謠言 神會最終 一樣 興起你們 又會為我們 預備方法去訓練 或者去做其他宣教工作 即是我們放手 放到的程度 就是一切在神的手中 如果萬一有些甚麼發生 沒有了 神負責 我不用揹著探子 而這樣的時候 你真的心是鬆的 即是甚麼發生都好 譬如你明明約一個人去探 他又不出現 那你一個可能性 你就自己去探 或者你等他 是哪一樣的選擇 但是呢 在心裏面說不重要 譬如有一次我都說過 沒有去探 我曾經去拆褐禮 怎竟是群蠓宮 alors我經常都有 當我看錶的時候 知道你有沒有行動 那時候只是有call機 沒有手機的 對方說 你快點到 我們現在慢慢慢慢 我能夠做什麼 我做不到任何事情 我就決定不看手錶 我就坐著站住 因為我不做到任何事情 我繼續在想的時候 我就激氣了 越激氣就越嘣 越做不到事情 其實我們一生人 都會遇到很多這樣的事情 每一次的遇見事情 如果不是不順意 我們就會發脾氣 又生氣 經常都會 你會發脾氣的人 就越多這些事情 越是遇到人 越是覺得他嘣 又跟他嘣 那時候你就越搞不定 但如果你越是輕鬆 那些人會覺得 嘔吐你也嘔吐你 整理你也做不到 你一樣是這麼平靜去處理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高度的特性 希望大家能夠放手 我的生命和我的事物 在神的手中 神負責 如果那件事沒有發生 我做盡了我的責任 我就放手了 算了 不要緊 譬如有一天 我忽然醫生告訴我 牧師 你有癌症 我說 我有癌症 我說 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一樣可以作見證 我一樣可以做什麼 有什麼不能做 那些不能做 這些可以做 做到有一天不能做 那就交給神 有些人第一反應神 沒有搞錯 我做這麼多事情 你給我有癌症 神 就是會埋怨神 但我相信神是不起善的 神是沒有癌症 不是神給的 是人類犯罪 刺客人類的結果 但是呢 當我有的時候 我依然放手 那時候我不受任何人的影響 不受任何事情的影響 我就會一路向前來 其實我在我寫輕鬆得性之前 就是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一路都處理 寫完輕鬆得性之後 依然不斷有不同的事情發生 但是呢 我依然決意 我是不會受的影響 我決意是倚靠神 每天都有喜樂平安 每天不受的影響 每天得性 這就是我的選擇 就是當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你馬上跟自己說 我現在是輕鬆得性 我選擇倚靠神 我不會受你的影響 對不對 我未必說 我現在輕鬆得性 我只是說 這件事我知道是一件事 我現在立刻要處理 我越不處理 越受影響 我就越辛苦 我就決意在這一則 我就是 處理 和跟從神 依靠神 在神裡面有平安氣落 其實兩件事 一個是處理內心 一個是處理事情 事情是要處理的 譬如說 和人合作 要處理 下一次怎樣 跟他談 有得談 其實很多人有得談 不過 有些人談的程度多些 有些人談的程度少些 我們是要處理 不是說不處理 譬如我太太跟我說 有幾次 我們去搭 我們的專線小巴 都很趕 她說 可不可以下一次 早些 這是她的處理方法 很好 我真的下一次 留意 有時我預算了 時間 我以為可以 誰不知 最後 拿麵包 拿水 加起來 加起來 下一次 就遲 要衝過去 聽完她說 又是 有時我們預算的 預算不夠好 大家溝通完了 我以後就預算了 這些時間 不用這樣說 我遇過很厲害的 你不要以為我遇過很厲害的 我遇過很厲害的 你不要以為我遇過很厲害的 我遇過很厲害的 我公開的時候 我沒有說出來的 其實我遇過很厲害的 我聽過很差 很攻擊性的說話 我聽過很多 我就是這些事情 一直處理 一直處理 而有祝福地方 而在這些事情上 一轉身 我就 充滿喜樂 我一轉身 我就選擇充滿喜樂 我就算我對著她 我一樣在這裡 但我一轉身 我就說 我可以充滿喜樂 哈利路人 哈利路人 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 是 是可以 可以做得到的 因為我自己都做過 神給我 有力 是連引她 是祝福她 看出她 看出她 她對方是這樣 我看出她 但我又祝福她 因為聖經都教我們 總是憐憫 總是祝福她 總是做好事 我又會決定 就是說 她想人做的事 對她身上 在我能力範圍 和我覺得合理 我是會做的 你要分辨這個人 是什麼人 她是不是有負責任 如果她是你的丈夫 你某程度 你一定 經濟上都要幫她 除非你已經決定 你無法跟她一起居住 因為她完全 整天賭錢 賭光 你不能夠跟她一起居住 那情況就不同了 或者有一個 親戚是經常賭錢的 我們沒有責任 永遠去幫她 但是 幫人 會不會幫 幾千元 甚至重大的數目 是會的 我們說 有神 我們都不介意去幫人 如果是 那個人 他也是負他的責任 不是說 他不負責任 我就永遠去幫他 但是我們就不要介意 就是這個點 有些人就介意 哇 我失去的錢 是錢來的 賺回來的 但是 神給我們 我們 錢 錢是一定可以回復 其實我自己以前 如果想回 大家都想 你總有機會失去錢 為什麼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你每次拿著錢 你都沒辦法 其實錢 不要緊 聖經有句話 說到 你的錢 用在人的身上 都錢財無用的時候 就會接待你 即你所做的一切 將來就會成為你的 祝福 在永恆裡面 即我們能夠幫人 雖然我們虧了錢 但是這些 是神紀念的 神會永遠上一次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 損失了 他們 即是很慘 損失錢 其實是不慘的 損失錢不是最慘的 現在你想到這樣 就算我沒有了錢 我還有一條命 我還可以做工 又可以再回來 你這樣想 又不是真的 慘得那麼緊 但人有事就放不了手 希望大家應用 最重要記得應用 因為 就算你聽過幾多次 輕鬆得勝了 但你沒有應用的時候 都是應用 即是都哭出來的 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會自動 包括我 我不會自動去處理 我是要叫自己處理的 即是有一個人說一句不好的話 我立刻分辨 我立刻就分辨了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他裡面有什麼負面的感覺呢 我立刻就知道 我就在裡面處理了 他說的那句話 我需要公開地回應 還是不需要公開地回應呢 我什麼時候回應 我什麼時候回應 我都會在裡面去思想和聞聞聞聞聞 誰想到這麼多步啊 牧師 六七步 你做一下就會有這個智慧 六七步 我自己 不是你立刻做到 是你裡面立刻聞聞聞 我已經想到沒有她的ABCDEF 而且我已經深切聞聞聞聞 因為我第一步 我根本沒有被他影響到聞聞聞聞 所以我就有平靜的心去處理 我曾經在一間教會 即是在一段時間之前 他都知道我是聖靈充滿 我又告訴他 他聽過我是聖靈充滿 他依然想請我去過 我寫完條件 一定是有聖靈充滿的運作 而他們是接納的 到了接納的時候 後來我就說 我想有聖靈充滿的聚會 那時候他們就有很多的難所 我自己就說明了 說不要緊的 即是你們接受不了 那你現在或者經過時間 接受不了就算了 我就會認職了 即是講給他們 我已經說了 其實他們知道了 我不會堅持的 即是他們不接受 我亦都不會說 神啊 為何你要叫我經歷過這個時間 這就是神的手速 因為當時我問了神 我感覺平安去做 那我就做 可能神要在那裡做一些工作 然後呢 到那時候 我說OK不要緊 我學了一個教訓 或者神就給我一次經歷 一次教訓 就是面對一些不開放聖靈充滿的人 的時候你會經歷的事情 然後呢 在那一次的教育大會 他們就 公開說一些說話 我一早就講明了 但他們就去找一些方法去攻擊 但我呢 我也聽 好了 他這樣說 我怎麼無形 我就一直 我就不是用怒氣回應 我心一直平靜 聽聽聽聽 聽完什麼 聽完之後 我就去滅處理了 他們說完之後 我起床回答 答完之後 那些執事都跟我說 英文師 我們真的很佩服 因為你在那個受攻擊的情況 你是完全沒有怒氣 而且你是很平靜回答他們的問題 並沒有好像你是被人攻擊的 就是很平靜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反而是得性 但如果我說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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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呢 反而我自己是 就是自己丟架 就是說 你說牧師 你是處理生命 輕鬆得四 你不見了 輕鬆得四 也有一個情況 有一個人 他是不接受性能聰明的 他也有一個情況 他又知道我是性能聰明的 先奇怪 而他一起去見一個牧師 我告訴他 他問我你的工作是什麼 我說我的工作是 復興訓練的 靈靈更新 在我來說 我們是常用的字眼 但這個人過後 他又找一個牧師 另一個牧師 就跟我說 牧師 你覺得你復興人 你很聰明嗎 你聰明過人嗎 就是說話都很強 但我呢 就 一邊聽他說 一邊完全聽他說 其實我當日 我已經決定了 他不接受性能聰明 我再回答都沒有用 我不記得我 我最後都是祝福你 之類的 但他就走了 講完了 然後 那牧師跟我講 他說 牧師你真是很厲害 他一直說這麼多話 你是完全沒有受影響 沒有平靜去見對 我亦都分辨到這個人 我跟他辯駁是沒有用的 我就沒有跟他辯駁 沒有跟他解釋 到時候 到底當時我回答到什麼 我都不見得清楚 就是 但是 那個要點就是 我們分辨這個人 需不需要我去回答 回答的時候 怎麼回答 你說很辛苦 但我其實 我裡面有沒有一些辛苦有的 但我說都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有時一下氣衝下來 不需要 就是他講一句話 想回答他 不需要 放手 其實你想回耶穌被审慮的時候 就是他 他都不回答 他覺得不需要回答 因為我已經公開講完 那些說話 就是你已經聽過我講的說話 好 希望大家試 最重要是試去做 去 刻意去做 輕鬆得性 有幾個要點 第一 一目瞭然 一看就知道了 第二 刻意做的 第三 是輕輕鬆鬆去做的 就是不要覺得很辛苦 唉 他明明對我這麼不好 唉 我怎麼可以頂得順呢 就是你說 他對我不可以他的問題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反而是得性的 希望大家能夠 更有實際的方法 我也講一些實際的方法 可能你又想到一些新的方法 又可以加起來 其實我們慢慢有經驗 慢慢你就越來越有經驗 其中一點很重要 就是分辨到這個人 就是 什麼人 他為什麼會發怒 為什麼會說這種話 你分辨到的時候 你就沒有分辨 我曾經試過 有一個 童工 也都在背後說我的行話 結果 牧師 處理不到 就叫我們去見輔導 我們兩個人去見輔導 輔導最後 他就說 他說 其實那個人 就覺得他好像是我媽媽 他覺得 就是我是他兒子 所以他有些 就好像叫兒子要做事 那個輔導員這樣分析 另外 我就說了一個話 我就跟輔導員說 我想要求他不要跟他的家人 說關於我們之間的事情 就是同工相處的事情 不要跟他家人說 因為我知道他是有跟家人說的 當時他是否認的 然後回到牧師 那裡 牧師就問我們 他說 你今天輔導怎樣 我就說 我就要求 那個輔導員跟他說 我就說 我要求對方 他的童工 不要把這些事情 說給他家人聽 就是我們面對面處理 就不應該說給家人聽 那他就否認 那牧師的反應是怎樣 他說 你沒有說 是用一個 很簡單 你沒有說 你沒有說 我沒有說 那那個童工是即時給他家人聽 因為牧師也知道 他很多時候把這些事情說回來 當時我的心就說 既然他 都不能夠面對他自己所做的 我何必受他影響 所以我從那天開始就說 其實我可以放手 但不是因為我好像開心他做 說謊 我不是 我只是說我何必因為他受影響 其實我之後就開始說 分辨到這個人有的問題 我就不再放在心上 因為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這次是